大妈带着传家宝去建宝 却被专家没收后上交给国家 29年都未归还 这究竟是件什么宝物 为何最终还打起了官司呢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随着建宝行业的兴起和火热 人们对于古董文物的关注度 也越来越高 看着那些因为古董文物发财的例子 都想拿着自家的老物件去鉴定一番 尤其是在家里有传家宝的 更是抱着暴富的幻想 这一天有一位大妈 就拿着自家的传家宝来找专家鉴定 只见她的怀中 仅仅抱着一个包裹 坐到专家面前时 才缓缓将包裹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很有年代感的物件 专家建宝多年 一眼就识别出了这两件宝物 一个是黑桃拨 另外一个是食药碾 随即专家便小心翼翼的 拿起到宝物开始研究 其中专家的表情一脸严肃 露出十分震惊的样子 不时还拿出了放大镜观察细节 但是经过一番观察之后 专家并没有当即给出定论 而是以结果的严谨性为由 让大妈先回家等待了 临走前还给大妈看了一张收据条 大妈心里想着 既然专家都这么说了 这两件宝物一定是不一般的 需要时间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拿着收据条 就放心的回家等待消息了 大妈走后 专家开始翻阅资料 对这两件物品进行研究对比 于旧专家的心里才有了定论 但是大妈并没有得到专家的通知 出于担心和好奇呢 大妈决定亲自去找专家询问宝的结果 见到大妈再次先来 专家一脸热情的对大妈揭晓鉴定的结果 这两件物件都是货真价实的宝物 从食药眼表面的文饰风格可以确定 这是一件唐代时期的物品 因为一件黑桃波的年代更加久远了 唐朝根本没有身上这种黑桃的食药 这件黑桃波呢 要追溯到春秋战国世界 听到这些朝代啊 大妈一头雾水 因为大妈出生于农村 从小家境贫寒 所以文化水平也不高 对于这种朝代的不同 了解的并不多 但是从专家的话中不难看出 这两件宝物的价值不菲 对此大妈迫不及待的向专家问道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走我的专家宝呢 听到这话 专家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反而一脸诧异的反问对方 你不是已经把这两件物品上交了吗 他们现在已经归属于文物局保管了 听到这个回答 大妈也愣住了 自己明明只是来找专家建宝的 什么时候同意将宝物上交了呢 就算是上交 也应该是宝物的主人主动上交 为何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呢 莫非是专家得知 是真品想要占为己有 面对大妈的种种追问和质疑 专家识口否认 还表示自己没有必要 因为这两件宝物而毁了名声 对此双方各知己见争论不休 最终依旧没有达成一致 于是大妈只能去找文物局 索要自己的宝物了 但是文物局给出的结果 却是查无此物 原来当时专家还没有上交给文物局 而是私自去印证心中的推测 当时专家鉴定后 觉得这两件宝物不一般 原来这两件宝物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但是大妈只是一位普通农民 为何家中会有如此珍贵的文物呢 这时专家想起来前几天 报道了一则新闻 一个小山村里 发现了一座唐代中期的古墓 好巧不巧 这个小山村正是大妈所在的村庄 而且还是大妈一家发现 专家又想起了当时鉴定这两件宝物 表面残留的泥绣 这种种巧合 难免让人怀疑这件宝物的真实来源 究竟是大妈所说的传家宝呢 还是墓中刚出土的文物呢 我国对于那些从地下挖出来的物件 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即便是个人挖到的出土的文物 如果没有查到文物的寄生人 那么这个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是需要上交给国家的 但是如果出土的文物 是祖上的坟地里挖出来的 就属于私人财产 个人有权作为传家宝 在家中带来相传 大妈深知法律对于这种行为的延级性 虽才谎称自己 鉴定的保护室家中的传家宝 专家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还专门花费了几天时间 前往大妈所在的村子里 不费吹灰之力 就找到了村里的那座古墓 为了保护古墓里面的东西不被破坏 专家还将此次发现报告给了上面 还联合考古学家 对古墓进行了保护性挖掘 经过一段时间的挖掘之后 确实在古墓里挖到了 许多价值不菲的文物 其中大多的是出自于唐代的历史遗物 这次发现也使得专家更加断定 大妈拿去鉴定的那件宝物 就是古墓的出土文物 所以才将它们上交给了文物局 当时考古专家 对古墓进行文物挖掘的时候 大妈一家人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而且还以为那两件宝物 也是大妈主动上交的 所以国家为了激励 人们发扬这种精神 特意发布通告 公开表扬大妈 并且奖励了她600元现金 虽然600元现金 放到现在不多 但是在那个年代 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几十块钱 这600元对于大妈家里来说 已经是一年的生活费了 大妈原以为是因为 自己发现了这座古墓 才得到了这种表扬和奖励 对宝物上交国家这件事情 浑然不知 后来还是在法庭上 才知晓背后的原因 但是大妈的态度也很坚决 坚持认为自己带去鉴定的 这两件宝物就是传家宝 为此还拿出了相关证据 大妈口中所说的证据 是一份老旧的购买合同 上面清楚的显示了 这两件宝物的购买时间和购买人 据大妈所说 这两件宝物是他爷爷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但是专家却不经过他的同意 擅自做主上交了宝物 所以理应追究专家的责任 以及要对自己做出赔偿 可一变的专家却认为 这是大妈后来伪造出来的 还直言大妈祖上 并没有什么大人物 而且鉴定的时间 与古墓挖掘的时间基本吻合 所以这种珍贵的老物件 不可能是出自于大妈之手 对于专家这种说法 大妈含冤坚持认为 这就是自家的传家宝 还表示 因为当时古墓里出土的东西 与这两件文物非常相似 所以才想找专家建立一下 至于这两件文物上面沾染的泥土 那是因为 当时古墓中出土的文物 暂时放在了他家里保管 经理师难免会掉落到上面 总而言之 双方所述的都是有理有据的 这件事情一时间也无法给出定论 只能交给法律来决定 经过多年的上诉和申诉 最终决定这两件宝物 归还到了大妈的手中 专家的这种行为也被揭露了 传家宝赦而复得 大妈这几年的努力 也算没白费 当时宝物被专家私自上交 除了个人原因之外 他们还担心这种珍贵的文物 私自收藏会遭到破坏 对此 大妈还将其中的一个宝物 捐献给了博物馆 也表示 另一个会更好地进行保管 其实文物归谁保管 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在于如何进行保管 无论如何都是为了 传承历史文化 且不可持有功利心态 去看待文物 如果这些文物放到 现在的拍卖行里 至少能卖到上百万的价格 当年大妈只得到了 600元的奖励 实在是令人唏嘘 退次你怎么看的